房子啊房子一生的追求 现在的人到底是害怕房子涨价 还是怕房价下跌呢 在过去疯狂涨价的时候 大家说买不起房子 在现在房价已经轮到下跌的谷底的时候 大家又说房价贬值 我们的房子贬值了 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 这个大型的北方特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塌房了 不是事故塌房 也不是什么事情人或者的事情塌房 而是房价塌房了 如房子一样轰然倒下 开发商现在上山南 下山更难 很多开发商让他继续建房子 确实建不动了 房子卖不出去 资金回笼不回来 再加上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材料涨价 全开发商确实很难 一边又在偿还着不停的这种高房价贷款 但是让他不建房子呢 大量的房子变成了空置房 仍然还是卖不出去 很多人现在为了还房贷 已经是竭尽全力 甚至已经是上一代的老人都参与其中 断贷断供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作为开发商呢 房子卖不出去 房价下跌 受伤最大的 也是自己 那无奈情况下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呀 他们也选择了停工停产 为什么最近这七八年 小十年的时间 最高部门一直都在强调 复工复产 复工复产 说说容易 做起来太难了 就像我们看到的 北方最大的这个城市 房价楼市出现了大塌房 开发商确实干不动了 尤其是最先买预期房的 这一批房奴 现在开始看到 整个四季的房子 断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开始声讨 但是又有什么用啊 即使现在房奴也好 业主也好 和开发商斗的 你死我活 血拼到底 最终怎么样 也是两败俱散 对于楼市 现在的这个阶段 没有办法 这就是过去二十年 城市化建设 飞速发展 房价 飞速的暴跌 爆棚式的增长 带来的恶果 房子现在卖不出去了 有专家跳出来说 怪银行 因为银行当年 不应该给这些房奴 带房贷 有的专家又站出来说 都怪这些农民 因为农民现在不买房子了 他们只攒着钱 想办法养老 又有人说了 都不对 应该怪这些年轻人 不务正业 不结婚 不生孩子 不买房 整天只在享受 只看眼前 其实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有一些道理 但是在我看来 视频当中的这么多的大量的房子 出现了各种的爆雷 烂尾 控制 空城 主要的责任在谁呢 在这些奸商 在这些 投资商 这些疯狂的 万恶的 房产主 如果不是大量利益的驱动 他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房子 在2023年下半年 官方 官宣了一个事情 现存住房接近6亿栋 折合成房子的话 应该是在200亿户左右 能住的完吗 全世界都来住也住不完 明明知道房子已经够用了 卖不出去了 为什么还在不停的建房 最终房地产变成了一场赌博 大家都在赌 投资商在赌 房企在赌 推房客在赌 甚至是个人的买房人也在赌 结果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大家都有责任 我责任 我责任 我责任